明星做公益慈善是很常见的事,但粉丝做公益慈善冠名偶像的并不多见。 日前,一所坐落于湖北省天门市彭世镇的希望小学火了,只因这所学校的名字带有博销二字,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,认为这是饭圈文化渗透校园的表现。 被冠名偶像的校牌和碑记被成功摘除后,很多网友对当地政府的办事效率点赞较好,但是,几家欢喜几家愁,那些捐款助学的粉丝们坐不住了,花了真金白银却打了水漂,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,纷纷跑到当地政府官网留言反馈,要求恢复博销希望小学的校牌和碑记,并指责这是违约行为,否则就要求退回上款。 不可否认,捐资助学确实是一件好事,而我们从碑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,这所希望小学建成花费320万,其中,王一博和肖战粉丝共同捐款50万,虽然占比不是很大,但这相当于给国家省钱。 只不过,最大争议点在于博销二字,但凡熟知博君一销这个粉丝群体的人应该都知道,这所希望小学,就是由王一博和肖战CP粉捐赠的,并非独立粉丝群体,也就是说,两个人都粉。 所以说,粉丝以偶效名义去做公益慈善,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争议,更何况,这是涉及到校园问题,自然会更加的敏感。 实际上,做公益是不能要求有偿回报的,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和边界,但是,CP粉显然冲动战胜了理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